哇,七条路巴沙的烧肉 你看,这些油是滴下来的 皮鱼真的很臭 这个声音 七条路巴沙的炸饭档就厉害了 竟然有辣椒鞋 哇,真是一大盘,25块钱便宜了 赤却炒果的 很多人来来,吃你的炒果 要看你们没有穿结果 九十多年啊 八八,我现在就得到现在了 这个是鸭蛋炒果条 这个巴沙是中午的 中午的巴沙,下午的巴沙 槟城有一个本地人 以及游客都很喜欢来行的巴沙 这里好买,好行,也是美食天堂 这一集跟着那个脚步 一起来体验七条路巴沙的街市风情 我觉得它的灵魂就是酸汁 七条路沙,枯草 一条路巴沙排队未吃 南来的厄狱鸡丢汤 这里的租金贵吗? 啊,你想不够便宜啊 多少钱? 一千七脚钱吧 这里的租金只是七脚钱啊 有这么便宜啊 一只多点猴子 竹筷 拖链的感觉 哈哈 从一个美食中心 就可以吃到各种不同的温城美食 七条路巴沙果然是一个很优 人气很高的一个软市的巴沙 我很喜欢它就是 有亚姐头的猪肉 是很好行好好买 又很好吃的巴沙 嗨 大家好 现在的时间是中午1点 我想来行巴萨买饭吃饭 一般传统的巴萨 这样的时间应该就收拾了 但是我后面的巴萨就很厉害了 它是一直会迎接到下午的 所以今天就想带大家 来行坟城最有人气的巴萨之一 七条路巴萨 勒波瑟瑟的中文名叫做七条路 在70年代 这里聚集了一些露天的街边档口 后期就慢慢发展成为设备完善 结合了湿巴萨以及美食中心的巴萨 平时我都很喜欢来行七条路巴萨 因为它是坟城小幼的午市巴萨 应业时间是一直到傍晚的 角色的龙的鸡蛋 我看它排得多漂亮 我很喜欢这里的巴萨 就是它很整齐 你看连鸡蛋都排得这么漂亮 八爪鱼 所以你看它们的价钱 已经指明开的 所以有些超级市场 但这里的货品是比超市新鲜 又摆得又漂亮 上面还有风扇吹 所以我觉得这个巴萨 下午时也可以来 很悠闲地来买 吃完午餐地来买 很舒服 好好走到这个巴萨 娜娜和屎堡都可以找到 在七条路巴萨 七条路巴萨 可以看到后面有很多人在剝蝦 是剝电给你 回去就不需要自己用手 环境来说 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干净 很干爽 而且你看货物排得很整齐 接近清明 所以很多人去拜山 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神料店 好 我就有这个烧肉档 这个入口处 一来就看到排长龙 大家排什么美食呢 烧肉 很多人都抵挡不住它的味味 你可以看到 这里是入文原材烧烤 美容香肉干肉丝咸 我听说 应该是前面的两档 都是很出名的 这档呢 因为有买猪蹄 所以生意是特别好 很多人来这里 买这个猪蹄 这种猪蹄 都是圆体 这种猪蹄 比较少有人做 这种猪蹄 很瘦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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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瘦蹄 所以 所以 生意很好 因为你比较少找到 我们来到七条巴仙 都可以问这档 文言才烧烤 哇 七条鲁巴仙的烧肉 你看 是滴 这些油是滴下来的 哇 这个是比较甜的吗 带甜的 嗯 差不多 1kg 70块 1kg 1kg 你是个切成碎 对 很美的 人卖一下 卖一下 卖一下 你们有批发给卖一下 对 正义吃肉的朋友 就会觉得这儿 充满肉香味 烧肉和叉烧的味道 拿一张就好了 美龙 我帮你们吃 老板娘 哦 老板娘是美龙 五十年 五十年的烧肉啊 这老板没有出来啊 老板 五十年 哦 你们是几点到几点开当 七点到六点 七点到六点 下午就是你啦 烫烧了 所以是特别香咯 是吗 烫烧一下外皮 这样子会比较脆一点 哦 哦 很漂亮 我来尝一头 全说中的七条楼巴沙的烧肉 到底有多好吃呢 那你要来亲身尝尝啦 很香啊 非常香 我吃得有点烫香的味道 烫香的味道 所以烫烧就是不同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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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 林老板真是好好人啊 他只是请我吃这个烫肉 脆皮烫肉 你看这个皮皮真的很脆 这个香 哇 哇 这层皮也够了 很香 但是真的很邪恶 我们来说声很油 这个是熟客 熟客 你们吃了这么多年 对啊 为什么他们喜欢这么多烫肉 嗯 嗯 对啊 为什么这样喜欢这么多烫肉 嗯 这个 脆一点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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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烫肉一定要有的秘诀 嗯 早上7点跟下午4点刚刚出炉是最好吃的 刚刚出炉是最好吃的 哇,看到有一只烧猪 现在一直受处卖多少钱? 1700-1800 哇,我记得以前是千多粗瓜了 五香豆芳是来到奔承不试的 因为这个豆芳很有五香的味道 我每次回家乡都会买给我的爸妈吃 他们很喜欢吃这个豆芳 特别有香味 今天都被我预见 日常衣物的黄老先生 他真的很健谈 他说七条路巴山如今有这样的规模 是多得奔州政府的功劳 非洲政府真的很照顾到这里的小贩 因为这里的租金 可以说是全马最便宜的 行动党来才做得更美丽 行动党来了才做得更美丽 这里的租金贵吗? 你想不够的便宜 多少钱? 一千七脚钱罢了 七脚钱啊? 这里的租金只是七脚钱啊? 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有奥公表不够 有奥公表不够 哇! 七条路巴山这里的当口 一天是收七脚钱的啊 哇! 这个是全马最便宜了吧? 这个是七脚钱罢了 也是七脚钱 每个当口 每一个当口都是七脚钱的租金而已 一天七脚钱的租金 就可以被这里卖了几十年的小贩 有一个安稳的当口继续卫生 在七条路巴山 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温暖的市井人情 每一次来到全本巴山 我都会和这些老板 来交关一两条东西 光顺一下之前 今天又和王道先生 买一个 一家和他一家店 买这一块 我觉得很漂亮 拿回去放车 放起的 沙发也很漂亮 这是十五元 是本地人 老人家煮车 很漂亮 好 介绍完巴山的当口 现在就来到重头戏 七条路巴山 出名的古早美食 一百零五个当口 刚刚卖早餐的老板就跟我说 七条路巴山这里 其实有一百零五个美食当口 有些当口 由早上六七点就开当了 会一直营业到下午时分 所以这里无论是早上下午 都是高频满座的 有很多网红的美食当口 都是排长龙的 每次来生都是排长龙的 在这么多美食之中 我个人觉得最美味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里的 南来鸭肉桂鸟汤 新鲜鸟 新鲜鸭肉丝配上清甜鲜味的汤底 有人就说 七条路巴山的南来 和Blau de Guz的逻辑 可以说是全滨城 所属的鸭肉桂鸟汤 这一点我都很同意 因为这碗四十多年历史的桂鸟汤 我个人觉得真的很美味 一档南来 我觉得大二代大三代做 水平保持得很好 七条路巴山大二档必吃的美食 就是赤脚炒桂鸟 听到赤脚这两个字 大家会想起什么 我想起以前有一套 叫赤脚小子 眼前就是赤脚来炒桂鸟的陈鸟 陈老板 听说你这里有很多年 九十年 九十多年 你爸爸和哥哥到现在 你自己也是炒很多年 十二岁到现在 那你今年几岁 七夹回来了 五十五年 你叫什么名字 陈铺泉 陈老板赤脚来炒桂鸟 其实是延续上一代 有爸爸的习惯 爸爸的传统 我观察到他这样的姿态 赤脚的脚 是比较放松自在的 可能就好像很多奔城小贩 一样 他们都会延续上一代的传统 和习惯 可能是一种纪念爸爸的方式 这样炒出来的桂鸟 我觉得应该是更美美的 穿吗? 我的爸爸也是没有穿 你爸爸也是没有穿 从爸爸到现在 收到了 这个炭火 这个炉应该也很久了吧 这个 十年了 我想问你们以前都是在这边炒吗 我跟爸爸是这样炒的 用那个扁蛋的 到处去做的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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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几点 到几点 早上六点半到三点 炒楼 炒楼很久了 9个小时 好厉害 你只炒一小时 你脚要吃炒了9个小时 你看他一天炒蛋的份量 鸭蛋和鸡蛋的份量 鸡蛋的份量 很多的 老板现在收档了 运气好像吃到 迟来吃不到 有时排很长龙 运气很好 一来到就吃到最后第二碟 每次品尝美食 我常在想 一道美食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除了说是滋味独特 更多的是背后的故事 和代代传承的传统味道 眼前这一碟赤脚炒楼 它的调味属于比较清淡 有微微的炭香味 鸭蛋炒出来的香气 和鸡蛋是很不同的 哇 炭香味 又是炭香味 它的调味不会太咸 如果你觉得不太咸 你要加些酱油 但我觉得是刚刚好 在七条楼巴塞 都有几档的经济集饭 但是这一档最吸引我的注意力 为什么呢 因为它真的很豪华 哇 这里是有辣椒蟹吃的 这个是 这里的杂盆 有炒辣椒蟹 这是辣椒蟹吗 这是酸辣的 酸辣的 哇 哇 这个可以叫鞋 这个鞋也可以叫鞋 这样子多少钱啊 25 25 多少 一只啊 这样子一大盆 25块很便宜 哇 这个很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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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是哪个叫啊 这么豪华 哇 太的这个经济犯了 四条路 沙菇炒 沙菇炒是这里必食的美食 七条路巴塞的沙菇炒 是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 是一度几乎失传的古早美食 哇 这种透明的粉团是用沙菇米 或者是西菇米 加上木薯粉制成的 再加上些虾米啊 豆芽辣椒酱炒香而成 那吃上来呢 就很蛋牙啦 QQ的口感 味道是甜 香 辣 非常特别 甜甜的 辣辣的 那基本上来到七条巴塞 味食真的很多 所以我每一种 我只可以试少少 那我分几次来呢 可能隔个星期来 都吃不完这里的美食 因为有荡荡都很出名 嗯 零啊 林啊叶啊 沙菇炒仔 可以发明的咯 这里的你妹妹还是姐姐 姐姐 跟姐姐啦 嗯 沙菇糖水 嗯 管你吃很多年了 哦 是的 哈哈哈 身照料 老姑客 老姑客 美食摊位真的很多 但是各有各个捧场合 那在其他美食方面呢 在七条巴塞必吃的美食 就是这里的咖喱面 那这里都有几档的咖喱面 这一档是牛肝冬美食街的分行 那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选择你喜欢的咖喱面 那另外一档用青色碗的咖喱面 都很出名的哦 今天我就没试到啦 那我相信的味道都很好 你看看汤是怎么样 另外一道必食的美食 就是这里的鲜鱼 这是鲜鲜鱼 这一档鲜鱼 也是鲜鱼 也是鲜鱼 青瓜丝 鲜鱼 这一档鲜鱼 我觉得已经是很出名的了 中的 我有一叠 小的 来吃了 吃了 真的是生母鲜 大家吃鲜鱼 一定要延长吃 那些脆 它的新鲜度 所以我試過買它 風味真的有差 原唱食是一流的 這是七條六八三十五的 八三毛 炸料各種不同的配料 我覺得它的靈魂就是它的醬汁 原唱食真的很微微 因為醬汁不會太甜 有些它們炒到很甜 我覺得應該有放一些好像 南瓜番薯 然後進去 這個醬汁是剛剛好 但甜味是很清新的感覺 很推薦這個七條六八三的 必吃 七條六八三的感覺 比較不一樣的 我覺得這裡變成遊客區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遊客 可能一到飛機去檳城 可能第一站在這裡吃早餐 所以身後 除了是熟客 來賣東西吃東西 那些本地人 很多都是遊客 可以叫做 七條六八三的 七條六八三的 檳城 檳城檳 都可以在這裡吃到 我覺得這個八三 在這裡可以吃到很多 很道地的檳城美食 吃完正餐 想說吃甜品 這裡都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 南洋野 鴨鴨糕點 還有就是這一檔的 茶鴨鴨 講到糕點 我個人最推薦的 就是這一檔 和鴨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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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吃的美食家 薄脆挑战 堅持传统的凉野生味 非常薄 为什么要做一只饱 老板的饱饱 饱饱 拖恋的感觉 这个饱饱真的超薄 吃过最薄的饱饱 饱饱是很脆的 满味做饱饱 饱饱饱饱饱饱饱AS Stranger quiera avant o 7条鲤鱼巴汁必吃的 必饮的就是这个 永丰罗汉果 这生意非常之好 永丰罗汉果 很出名 打包回去 不能了,天气太热,一定要现在喝 没有来过 这个是你们一定要吃的 一定要喝的,最出名的 你买了很多年 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 五十年 在巴沙都可以喝到 很香醇的海南咖啡 平南的咖啡冰 我喝了两口 很香醇 果然全成三袋 海南咖啡 很香 很香 我觉得可以给上二宝的咖啡 好 7条鲤鱼巴汁必吃美食之一 悶着的炸糕 买了很多年 多少年 五十年 很荣幸 很用心做各式各样的炸糕 对于口味比较清淡的朋友 来到七条鲤鱼巴汁 都可以来这里吃青竹小菜 这一日我都叫了几样小菜 配青竹 和我的子女分享 就是我叫的潮州竹 是十一元的 那边 好 这个是潮州竹 你们穿着衣服都很有 很脆很脆 前面这边走 对对对谢谢 谢谢 文鱼仔 这个是沙丁鱼 这个是沙丁鱼 我们很喜欢吃 虎瓜 豆醬 煮虎瓜 如果喜欢清淡的朋友 味道很粗糕 都可以叫这里 潮州竹 这一档洋茶 是要喝的 如果大家有发愈 可以喝这个 文鲤鱼 老板自己煮 他说是可以喝点气 老板 老板 好 好 好 很相信 胡先生 买了很多年 以前是没天 现在又有遮瑕 他也很满意 一天七 七个前的租金 大家很好做生意 这次为了拍摄 七条肉巴沙的影片 我和很多小贩交流 聊天 我就发现 这里有很多小贩 都是上了年纪的长辈 在街市打拼了很多年 看着他们的身影 我真的觉得巴沙街市 以及道地美食 就是槟城最珍贵 最值得美丽体验的人民风景之一 也都很感谢这些荣心打拼 全城美媚 为市民服务的小贩们 所以你现在还有事情吗 有 有 看着你还有贴很多胶布 叔叔 没胶布 痛 在这边摆担会比较好吗 很好 很好 这边已经变成游客 比较美食的一个美食天堂 永远都是人潮的不断 人气很高的一个巴沙 这是美食中心 本城只有两个是下午的市场 七条肉巴沙是其中一个 另一个是北都南昌 所以下午睡得晚的人 或者下午正有时间来买菜 所以很适合你这个巴沙 哇 这个是 屎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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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哪拉 哇 这个可以买到很多海鲜类的东西 还有这个是巴厘洞 这是巴厘洞 不是巴厘洞 这个是巴厘洞 这个是什么? 这个呢? 这个是马厘洞 伯母你是专卖贝可泥的 伯母是卖贝可泥的 哇 可以在这里找到很多 可能其他巴厘洞 可能是其他巴厘洞 比较难找的 一些屎坎 一些哪拉 巴厘洞 一些鲁肉 那些鲁肉 我们来找这个鲁肉 鲁肉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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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前面有一整个路 但仍然有很多人來吃 這個是Jawani Jawani 這個是Laksa 這個雲吞麵差不多要賣光了 真的吃不到這麼多 這個是炒鬼嬌 這裡炒鬼嬌也有很多麵 好了 有些美食就來 今天就來不及試 下次再來 來七條路巴塞 好行好買又好吃 但問題是找不到北京找藥 我通常教大家一個 即是說我的方法 我通常不是巴在前面 我是巴在後面的三條路 所以現在就 比如說我現在要去拿我的車 我其實是不會在前面這樣跟人家塞 我就會專門巴在前面 前面的三條路 或者是頭條路 其實都可以選擇巴在這條街 早上來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這裡還有一些空位 可以試一下碰碰雲氣 我就好幸運 我也找到位 在這三條路 走去那裡也不遠 走幾步就到了